沟通不良 伤感情 话不投机 惹怒气 有关系就没关系 嗨 大家好 我是Kevin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关系就没关系 今天我们再次的邀请 严寸来跟我们做一个 跨世代的一个对谈 他的代表00后 然后我是70年代的代表 今天严寸要带来一个 现在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 没有听到他 但是在最近这一两年 又突然间夯起来的 叫做顿感力 严寸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大家好 我是严寸 严寸你好像今天 今天要跟我们谈这个什么顿感力 什么是顿感力啊 其实我先讲一下 为什么会知道顿感力这个词 是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节目 叫朋友请听好 然后里面有个主持人叫何炯 他那时候现在是在科普顿感力 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发现我觉得 我也是蛮需要这个能力的 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顿感力的 这个词的来源 一开始是日本的一个作家 他叫杜边纯一 然后他提出了顿感力这个词 但他好像在蛮久之前 就是2016年的时候就提出 但反正就是因为后面 有可能有何炯的介绍 然后现在又再版了这本书 所以才红 然后他其实 所以这本书有再版 对 台湾有吗 有啊有啊 台湾也有 对 但他其实提出来这个顿感 可能大家一开始会觉得 它是一个负面的词 但他其实就简单来说 他就是强调是对你生活中的 那种困境的遭遇一种耐力 就是你可以 可能就说我们比较脸皮薄 就是比较厚脸皮 可以对抗外界的能力 就比如说你听到别人 对你的评价 你不会一开始就想说 就是你全盘接受别人对你的评价 这样 类似是这样的概念 OK 所以他并不是像我们看到这个字面 好像觉得就是 你就是耻顿一点 顿一点 就叫做顿感力吗 应该是说 对啊 其实老师这样的解释也没有错 没有错吗 应该就是说 比如说对于一个 你很容易想很多的人 你确实就需要让你的 各方面的感觉顿一点 就是比如说 你马上就觉得 别人可能对于你来说 他就会觉得你很糟糕 比如说你只是评价说 你今天的衣服 你穿的好黑哦 然后别人 如果是一个 就是过于高敏感的人 他可能说 那你实在觉得 我今天穿的不好看吗 是因为我跟别人 中造人就是格格不入吗 是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的 这个顿感力的应用 就是你在你这方面的 想太多的这个能力 你需要顿一点 不要想这么多 嗯 好 我不晓得那个 严春有没有听过 最近大家在谈这种 不断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外在环境 需要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叫做试便力 你有听过吗 诶试便力应该就是适应吗 适应的能力 没错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适应的能力 但是因为在过去的环境当中呢 其实适应这件事情 好像也没什么困难嘛 大家大部分的人 可能就是在一开始 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或者是你有一个新的角色 比如说你今天 结了婚进入到家庭 你成为人家的太太 你成为人家的媳妇 大概都会有一个 这个需要去适应的那个过程嘛 对 那终究是会就适应了嘛 就会就会进入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可是现在的环境就是 似乎那个那个变化 就更剧烈 对 就是我们常在讲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然后唯一的唯一的不变就是变 对不对 所以所以现在变成我们在面对 未来的整个外在环境的人事物 都处在一个不断改变的状态当中 那因此原来我们觉得那个很简单 单纯的适应力 现在有一个更全面一点 叫做适变力 也就是你今天不是只是好像适应一个 初始的状态 因为它不断的在改变当中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快速频繁变化的环境 你如何能够让自己还是处在一个 可以去适应一个稳定的状态 对 所以像你刚刚提到就说 也许你可能面对到 别人对你的嘲讽 对你的这种嫉妒 那不断的讲一些很负面的 很否定你的话 那你是就很容易听进去吗 就很容易就被他给 现在讲说情绪勒索吧 或者是一个语言的暴力吧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能不能去很快速的去调试自己 所以我感觉好像这个事变 如果真的要能够做到事变 你刚刚说的这个顿感 他应该是发展事变力的一个基础能力 似乎他在里面扮演一个还蛮重要的角色 对 好 那所以你觉得现在的人都需要具备这个能力吗 我觉得刚刚比如说 刚刚那个Kevin哥提到的那个事变力 他其实也是现在大家都需要这个能力 毕竟就是时代变得太快 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困难 不管是大自然还是一些什么经济上 然后战争之类的 这些事情都是很需要事变力 但是我觉得因为事变力 就我刚刚认知来说 就是你需要 就是你会 他其实就是一个克服挑战的能力 就是你可以有意识的做出 你自己要改变什么事情的能力 那我觉得他这个 就是我刚刚觉得 顿感力它是这个能力的基础 是因为在克服挑战 你就是要面对不同的声音 然后你需要接受不同的刺激 那你就是顿感力就是可以帮助 刚刚提到说就是你 他其实就是一种面对生活的耐力 那我觉得你要先拥有这种耐力 跟对抗外界的能力 你才可以发展出事变力 那如果就刚刚说事变力是一个 现代人都需要具备的能力 那我觉得顿感力其实也是 我刚刚听到你说到说 在面对改变 面对外在的这个环境当中 需要有一个刻意去做的一个 就是你有一个 好像不是说你不知不觉 而是你觉察到了 然后你需要去做一点改变 改变 面对这个改变 你需要做一点改变 需要去调试自己 那那个调试自己的一个基础的能力 就是你所说的这个顿感力 但我觉得顿感力应该是 基于你是一个容易想很多 过于敏感的一个人 他所需要的 那如果是说 他本身就是他具 他本身对其他外界的事情 就没有那么敏感 或是那么敏锐的话 那他可能需要发展的 就是他要对外界的一些改变 要有一定的敏锐性 那这里我会有一点 有一点confused的就是 如果今天是因为我的敏感 太高了 那我不就降敏感就好了 我把它降低一点 我就不要去对 外在去有这么敏感 或对别人的话 不要那么敏感 我就处于一种 他说他的 我听我的 这样是不是就是 达到了那个效果 但我觉得 那是因为 Kevin哥属一个没有 应该说我觉得 你告诉一个高敏感人 你不要想那么多 那是没有用的 做不到是不是 对比如说 我觉得我是一个高敏感人 别人家说 我当然知道 就是不要想这么多 但做不做得到 做不做得到 是一件事情 所以当人家 觉得你太敏感 你就不要那么敏感 你就不要想那么多 你心里面的OS是什么 我可能会很痛苦 因为我 而且我觉得 他会觉得我蛮反的 因为他是一个我的困扰 然后我没办法解决 你虽然知道 你也做不到 就是你没有办法 透过说 那我就 我就不要那么敏感 可是你就是 不自觉的就是会敏感 对当你一直在想 你自己要怎么不敏感的时候 你就会又陷入 另外一个比较焦虑 因为你发现 你自己办不到 所以你需要有 另外一个工具 另外一个武器 另外一项能力 把这个过度敏感 这件事情 把它降敏 减敏 把它降低 应该说要找到方式去 就是比如说像 Kevin刚刚刚讲到 情绪调节 或调适 他就是你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 我需要找到方法去 让那个感觉 顿一点 就是你需要去找方法 而不是说 别人告诉我 不要那么敏感 就是我知道这件事情 但我需要找方法去 处理这个 处理这个 不要这么敏感的 感觉 所以那个顿感力 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方法 而是透过很多的方法 去练习了之后 然后培养出来的一种能力 是吗 对于我来说 我是这样理解的 OK 所以并不是说 我就是可以直接去 用什么方法去培养我的 顿感力 而是我要找到一些 可以让我降低我的那个敏感 能够 比如说把我的情绪 能够去调适下来 我的焦虑 我的压力调适下来的 那样的一个方法工具 然后不断的去练习之后 让我的顿感力可以提高 对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 需要的顿感力的方法不一样 OK OK 那不晓得 颜春你自己发掘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你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 你有没有一些很真实的案例 就是因为你的 听起来你的个性就是一个 还蛮敏感的 对 很多的人事物是蛮敏感的 但是你可以透过 你刻意的去觉察到之后 你会用顿感力去做一个自我的调适 我想一下 就应该是说我刚来实习的时候吧 就是我刚来实习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我处于一个 就是大家都很温和 然后我是一个做事比较急的人 就是虽然我 对 我是做事比较急的人 然后我记得我刚来实习的时候 很多事情我没有办法了解清楚 比如说哪些实习任务 老师就会说 你可以之后再了解 或是大概是这样这样 然后我们之后再说 但是我当下很焦虑的点就是 我马上要开始实习了 我马上要做这份工作 但我现在对这份工作 我应该要做什么 还不够了解 所以我会有很多的疑问 然后当我问出来的时候 老师可能会说 你不用这么紧张啊 然后就说 我发现之前的实习任务 都没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你们好像特别的焦虑 然后可能因为我是属于那种 不笑就看起来比较严肃的人 然后老师会说 我觉得你好像可以多笑笑啊 但是比如说像另外一家会实习生 他笑起来就很可爱之类的 那可能其实照理来说 老师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或是想要没有要比较的意思 但是让我刚刚 就是让当时 因为我本来就处于一个极度焦虑 我不知道现在实习到底在做什么的状态 我就会觉得 所以我不太合群 就是我过于想要过急 就是超出过急 想要了解这是什么东西 这样好像不太好 所以当初就陷入一个很可怕的 更焦虑的状态 对 更焦虑的状态 然后那个时候刚好就是有 我们学校有说办学在资商 我就把这件事情跟他说 然后我觉得那阵子 我都在讲这件事情 就处于一个很焦虑 就是只要去实习 我就会很担心的状态 然后我觉得我当时意识到 但可能这个事情 需要还蛮久的时间去调试的 就是你需要跟别人聊 然后你需要去找到 你为什么会这么焦虑的原因 比如说我当初可能就是 对我怕我跟我的实习partner 就是他可能比较好 我可能比较差 那我为什么会这么想 就是你要需要找到这个原因 然后去了解 然后你需要意识到 老师可能就是没有这个想法 那你为什么会这么焦虑 那我应该要这么 降低这个焦虑 那你后来是怎么做到的 我觉得后面可能是因为 老师也给了我一定的安全感 就是我发现他确实 他讲这件事情 他没有真的要针对你的意思 就是我后面有委婉 几句试探 就是他的态度 跟他讲的事情 就是是一致的 他没有各种比较 他只是觉得 你这样可以更好 之类的 我觉得是可能那个 环境跟老师 给了我一定的安全感 让我发现 其实这件事情 确实是我过度焦虑了 因为有时候不是你 有时候真的不是 过度焦虑的问题 而是因为有些人 讲出来的话 跟他表现出来的行为 就是不太一样 需要透过自己去观察 所以在你刚分享 这个例子里面 我听起来就变成说 你需要找到一些 很真实的案例 然后去了解 你的那个敏感 所想到的那个 到底是不是如你 你认为的那样 但实际上其实不是 所以其实你可以透过 很真实的这些 来降低自己 那个过度焦虑的这个状态 对 我需要找到真实 可以反驳我自己想法的 现象或是一个 就是那个东西出现 OK 好 那我 我这边想到说 其实我 我本来也不是一个 比较敏感的人 因为这可能就是每个人 我认为是每个人在 原生家庭长大的历程里面 可能你为了要生存下来吧 你可能就形成了一种 你在那个环境里面的 一种特性特质 对 那我 我自己觉得 我可能因为我在 我的原生家庭里面 因为我是 我之前有分享过 我是六个孩子里面的 中间的最后一个 所以其实是一个会 会很容易被忽略的人 那如果我是一个 很容易被忽略的人 然后我的个性是一个 非常高敏感度的话 我真的很难想象 我会怎么样 我怎么样存活在这个环境当中 所以我好像 很早就是形成了一个 我其实是还蛮 敏感度蛮低的 就是我对很多的事情 我不会有太多的 太多的想法 反正就是去接受他 那可是你知道 这样的一个个性 到了职场上也好 或者是进入到婚姻家庭 跟另外一个人 要一起生活的时候 那个很钝 很没有敏感的这些事情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有一次 我跟我太太 两个人大吵一架 然后吵完之后呢 我就倒头就睡了 结果你知道吗 隔一天 我太太说 他一夜没睡 然后就听到我在那边打呼 他就更生气 他就跟他说 你怎么可以 吵完架之后 你就这样子 好像没有事情 就睡着了 他说不行不行不行 这样我一定 这个以后 我这个生活怎么过 所以他就跟我说 不行 以后我们一定要讲清楚 说明版 然后我才发觉说 原来我是这么的钝 我这么的不敏感 就是我可以就过去了 就继续我的 接下来的生活 可是对方就处在 那个非常的 非常的这种情绪当中 那我这样发现 所以Kevin跟刚刚说的 钝感 所以你会提出说 告诉自己不要那么敏感 就会有用的人吗 不要这么敏感 不要想这么多 我会跟别人这么说 对 就是我以前假设 我觉得这样很好 不要想那么多 干嘛那么敏感 可是后来因为我的工作 就是我做很多人的 人的相关的工作 我发现我不能够不敏感 对 因为我自己可以OK 我自己觉得没有问题 可是别人不这么想 所以我必须要去 真的要去试着 更多的让自己 加强那样的一个 一个敏锐度 去站在别人的角度 去同理别人 所以后来真的就是 越来越能够去感同身受 那我也发现 比如说 其实我应该不是说 我完全没有那种 没有那样的感性 但是这个真的是我后天 应该是说 这样听起来好像 应该说Kevin跟Mayby 应该说你不能 可能不是本身 可能是你本身个性 就有一定的 随于而安的这个特质 应该是 对 然后只是他这个正常 正常值就是这样 然后你发现你跟 正常人需要 了解到情绪的那个值吗 比较偏低 所以你就让自己 可以培养更多的敏锐度 这样 反正这个真的是 我认为是后来这十几年 沉浸在这个亲密关系的 这个学习当中 让我自己有更多的 觉察之后 从自己的觉察 然后去了解 就是我真的发现说 如果当你连自己 都不太了解自己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去了解别人 对 所以我才发现说 这的确是一个 需要学习的历程 不然没有人会教你 对 可能说没有人知道怎么去教你 对 这种东西 很难 很难 就是你要自我觉察 然后自己愿意去学习 所以我就觉得 后来我能够再面对 外在环境的变化 我能够产生这样的一个 试变力去自我调适 比如说在疫情当中 这个我的工作就突然间完全停摆了 因为我都是需要实体的去跟人的接触互动 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疫情管控的情况之下 所有跟人的这种实体接触全部都停下来了 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我学会的就是 我要赶快转移我的焦点是去看 那我该要去学习什么 所以我去学了这个线上的视讯的这样的一个教学互动 所以才能够在那一段时间可以很快的去做一个转换 那我想问那个Kevin哥 就是刚刚听起来好像我们两个是不太一样的类型 那Kevin哥会觉得顿感率与敏感这件事情是互斥的吗 以前我可能会觉得 因为我以前可能对于顿感这件事情就直接把它画个灯 就是比较不敏感 低敏感 然后甚至有点迟钝 就像以前的我 所以我觉得那如果你今天叫我敏感一点 那就是我的敏感度高一点 那如果你要我这个顿感一点 那不是就是敏感度低一点吗 我好像觉得这两个彼此之间是打架的 不过我最近我想到了一件 一个很像这件事情的比喻 像我今天在开车来的路上 我就想到说 你跟我提到这个顿感力 我就想它跟敏感之间 好像我一个在踩油门 当我今天觉得我的速度太慢了 我今天好像对别人 对外界我不了解的时候 我要加油门 我要增加我的敏锐度 敏感度 可是今天我可能对于前面状况不明 我一定要放慢速度 我反而需要的是放掉油门的同时 我要去转换到我要踩刹车 就是我的脚其实是放在刹车的上面 对 所以这两个东西 它并不是只有一个刹车 一个加油门 加比较多跟放掉油门的这个控制而已 对 我觉得它如果要真正能够适应现在这个环境的话 我认为那个顿感 那个踩刹车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我这样子去想到这个比喻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其实是不忽视的 那我想让Kevin哥了解一下 如果是一个 因为我刚刚听起来就是 如果 那我如果以高敏感的人来说 我觉得它不是 因为不能说踩油门 因为它本身就失速了 你说如果在高敏感的情况之下 就它本身就是一个失速 所以它就要放掉油门吗 它不能继续踩油门 你根本没有油门可以踩 因为它就失速了 本身就是一个极度快速的车 对啊 所以它这时候一定不能够再用它的那个 原本的那个敏感 对 它反而这时候要很刻意的 很刻意的 需要踩刹车 不是踩油门 这就让我想到 之前这个花冬的那个 那真的是一个 惨不忍睹的一个 是 一个意外事件 我觉得回到人身上 回到人的关系里面是这样子 什么时候要踩油门 什么时候要踩刹车 不然就像失速列车一样 对啊 应该说那个刹车 就是这个盾感 其实它就是一个辅助工具 让你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一个工具 如果说你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人 那如果是比较顿的人 那可能这个时候提高自己一点的敏锐度 它也是一个辅助你生活更好的工具 那我们下一集 也许我们来谈谈 怎么去学这件事情吧 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